HELLO 波士论台湾影展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电影《老大人》的导演 宏伯浩 《老大人》是我的首部剧影场片 拍摄期间伟真经历惊人的离别 因此投入相当的情感 很开心有着机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部作品 请大家把握时间观赏 美国动画时间9月11星期五的中午 及9月13星期天的半夜 希望大家会喜欢 在拍摄的过程里 我想印象最深刻的是 跟这几位演技非常精湛的演员一起合作 看着他们成为一家人 然后彼此为彼此的表演 一起努力 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 在郁珍家里的那场戏 金帽告诉郁珍说 她要去住养老院的时候 郁珍关起门来痛哭 镜头外其实 是饰演郁珍的哥哥的西翔 她站在镜头外 然后陪着郁珍流泪 然后金帽也是握着郁珍的手 一直跟她在培养感情 才得以完成 嘉谦在那场戏里面 深刻而动人的演出 这是我在整个过程里面 最感动的部分 而今年年初的时候 饰演金帽的小葡萄哥 往生 我也很有幸地在她有生之念 帮她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 这是我最大的感恩 片中 年迈的父亲 送至养老院 兄妹之间有不同的看伏 疫症因为家庭压力 无法独自照料暖腹 而金帽也不愿意待在 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家里 被人家说邪话 杀人在没有沟通的过程里 彼此折磨着 但其实彼此是爱着的 我想这是华人传统家庭里面 需要重新学习的一课 如何细腻的沟通 把心理真正的想法讲出来 但是又能换位思考 去替彼此多想一点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 重新需要学习的课程 天灯对一般来说是希望的象征 把梦想写在天灯上 看它来很深空 希望梦想可以可以实现 但对我们拍摄的主场景 平溪来说 这些梦想也从来没有离开 郭平溪这座小镇 它最后都落在平溪 变差垃圾一样 如同残酷的现实一般 而对年迈的金帽来说 那些梦想的希望 也如同它已经走过尾端的睡眠一样 没有任何意义